A是游主,你说它是飞机 不知道是在伤飞机的自尊还是在伤害它的自尊 的确,它实在是太特别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它 上个世纪70年代的富尔达峡谷 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紧张的地区之一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宽约10公里,长约50公里 并不怎么险近的峡谷 正好连接着冷战中的东西方世界 东边的苏联只要跨过了这个峡谷 就能长驱植入一扫西欧品源 在法兰克福吃完早饭之后 当天就能到达巴黎吃晚饭了 而西边的北约只要不惜一切代价 再次拖住苏联的脚步 否则一路向西直到英吉林海峡 就再也没有能够阻挡苏联坦克的天然屏障了 于是为了防止或者是为了打赢 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双方在这部下的兵力都是空前的 纯确的说有超过30万的部队 3000辆的坦克,3000辆的装甲车 5000门的火炮,1000架的直人机 以及上千架的战斗机和数百枚携带着核弹头的导弹 都围绕在这里部署和展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A10的需求诞生了 为了满足美国陆军提出的所谓空地一体战的全新概念 简单点说 就是陆军想要一架飞机能够帮着他们 从空中近距离的收拾苏联的坦克 我说的近距离是真的距离近 近到了离地面低至300米的高度 既靠近需要保护和支援的己方地面部队 也靠近了需要打击和威胁的敌方地面部队 所以这就意味着它一定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了 比如第一 它的部署是跟着地面部队跑的 这很好理解 它全部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人家 所以作为正常飞机该有的地面保障 它是得不到的 既然得不到 那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第二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海绵 不是吸水的海绵 而是专门吸各种弹药的海绵 这也很好理解 你距离地面那么近又飞得没那么快 还不得什么弹药都朝你身上浇吗 你有见过海绵细胞水就散掉了吗 没有吧 所以它也应该是即使吸了很多的弹孔 也依然要能够保持着一整块飞回到基地才行 第三 光会飞 光会挨揍 怎么行 最最重要的是 要像洛奇一样挨完揍之后 还要能够重拳出击才行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架 为了让火炮飞起来而造出来的飞机了 这门7管30毫米GVA8复仇者自动加龙炮 跟旁边的甲格冲对比起来是这个架式的 所以油猪的整个肚子里面差不多就只能装下它了 连前起落架都给委屈到靠边站了 不过5G还远远没有结束 它的机腹和机翼下方居然还有多达11个挂载点 一共可以挂下7.2吨多的额外武器 从AGM-65小牛对地导弹到AM-9小尾蛇对空导弹 从激光制导炸弹到非制导的常规炸弹 从火箭发射器到电子站吊舱 挂满武器的油猪看起来的确相当潇洒 好了 以上三点油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咱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灵活的场地适应性 它靠的是把发动机挂在机身的上方 让它们远离来自极区地形起飞时 扬起的碎石或者是异物了 地面保障不行怎么办呢 你看这儿 隐藏着一个APU 也就是辅助动力系统 来启动两台主引擎 并在此之前为飞机上的电子设备供电了 而通常情况下 对于其他战略机 它并不是必选项 因为可以外接嘛 接着大头来了 超级皮实的耐用和扛揍性 它靠的是大量可以互换的零件 从发动机起落架到尾翼甚至是负翼 都可以跟别人换 跟自己换 从左边换到右边嘛 你看这对发动机是不是显得间隔异常的远呢 诶 刻意为之啊 就是要尽量避免它俩同时被击中 然后都不工作的情况发生了 与之匹配的 油株身上有两套完全独立的液压系统 用来控制全部的翼面 起落架的收放 还有机炮的供弹等等 即使一个液压系统停止工作了 也会由另外一个系统来撑起大局 再不计两个系统都罢工了 油株的各个控制翼面 也能够在没有液压的情况下靠手动来运作 不说一定能让飞行员把飞机开回到基地里面 但至少为它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飞出危险的区域 然后跳伞逃生嘛 其实有点夸张的是它的起落架了啊 要是没有液压放不下来怎么办 没问题啊 你看这两个足起落架的轮子 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彻底收回到起落架舱里面的啊 放不下来 那就直接这么落下去好了 它依然能够为油株提供一定的离地间隙和缓冲 是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好 虽然它已经做好了必被击中的准备 但该防的还是要防嘛 它带着的薄条和照明弹 比其他任何美国战斗机都要多 这里起落架吊上的后面 一边各有四个 还有这里每个一间再各带四个 一共来到了16个干扰弹发射器的水平 而且都是可以在探测到被敌方的雷达和激光照射之后呢 自己发射出去的 另外它间隔宽大的双垂尾 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提高飞行的稳定性 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来 这么从后面看 两个垂尾完美地将发动机关在了里面 也就将炙热的排气关在了这个通道之间 减少了油株被红外寻热导弹最终的可能性 接着要真是被击中了呢 飞行员有浴缸的保护 这个前两天我正好讲过 燃料罐有阻燃泡沫的保护 机身机翼有大量荣余的保护 总之挨揍后还能消到最后的始终都是它了 海湾战争当中8100架次出动 再摧毁了1000辆坦克 2000辆军用车辆和1200门火炮之后呢 它自己只损失了7架 远低于空军一开始的预期 说它是坦克开关器一点也不为过嘛 可要说它是一架优秀的飞机 其他战斗机的飞行员呢 就不太乐意了 在它们眼里面这哪是什么飞机啊 这分明就是一个慢到了容易被鸟给撞上的笨蛋嘛 注意啊 它们的意思是啊 鸟是从后面飞过来撞上的 这就太过分了嘛 因为实际上要不是你们是战友 真要是硬碰硬 在天上来一场狗斗 指定是谁赢呢 油株慢 但它稳呢 而且在空中交战 最关键的一项指标 转弯半径 它拥有连F22都无法撼动的优势啊 油株的转弯半径非常小 于是就可以将机头更快的对准对方 而更糟的是 对于它的对手而言 它的机泡是30毫米的 足足比别人出了10毫米 难怪人见人爱了 对手而言